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在自立自得的基础上我们再说处理好与人的关系 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将往来不可能 我自己跑深山去隐居去 几率不大 即便你到深山上隐居 你也得跟人打交道 那么跟人打交道一个原则是什么 当然要与人为善 那什么叫善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那人要自杀 给你个绳子 是吧 有这么个原则就是什么 己所不欲 物食于人 第二呢 己所欲 物食于人 也食于人 我都爱吃猪肉 大家都吃猪肉 你要不吃你就看不起我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尊重别人 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价值观 不知道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的方法 老是拿自己的所好强人所难 让别人接受自己 这就是一种非常暴虐的虐人的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说 看着有人行动不方便 拿的箱子很沉 上去以后就来 我帮你练 人家会把你当成强盗的 是吧 所以在美国你哪怕帮助残疾人 你也得先问一句 是吧 是不是 May I help you 可以吗 可以再帮 别上去就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暴虐文化 我是为你好 你回他一句 老子不需要 是吧 所以你看现在这种陈光彪的这种暴力的慈善 都是以侮辱不尊重人为前提的 就是说只要我给你钱 你就得给我摆个pose跟我照相 是吧 而且现在好多是给什么捐助大学生什么的 都是我捐助你怎么连个感谢信都没有 要是捐助你最好匿名捐助 你要是要感谢信那咱就做买卖 我这封感谢信很值钱的 你捐的点钱不够 是吧 所以这种暴虐的文化处处存在 所以前提是什么 第一 活着一辈子尽量少跟人打交道 你算一下你手机里面的那些通讯录那些人 等你张嘴跟他们借钱的时候 有几个能借给你 你就想想 是吧 你真正跟你说是交往的人有几个 所以争取自利 人不求人一般高 人道无求品质高 是吧 但是真正要跟人打交道 大家记住 一定要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 什么都不是白来的 什么都不是白来的 我妈经常跟我说句话 请谁吃饭 吃谁的请都是吃自个的 别说今人家请一顿两顿 吃自个的 自个要没有能力回请 或者给别人回报 那这顿饭不要去吃人 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处的 亲兄弟明算账 算得轻好得长 我看到有很多内心饥渴的人 就是那种奋不顾身的 眼里什么都没有的 铺上去要拿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 看的太多了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那种状态 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就去想拿到自己的东西 那会儿就是很幼稚的一个阶段 所以有个成语说 一夜账目不见泰山 是吧 到市场上抢人的金子 人说你干嘛抢 只见金不见人 是吧 那种状态是存在的 那种状态是存在的 所以尽量少跟人打交道 就说人这一辈子 你只要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 这辈子就齐了 没必要跟那那么多烂七八糟的人 都要你一看我的朋友变天下 我走哪都有朋友 不扯 很扯的事情 酒肉朋友 素到胡孙散 是吧 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 这个重要关系 第一 父母 我们现在很多人得异症 是因为跟父母关系没处理好 有的是父母的问题 有的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什么 这也是血亲 你不想处理好这关系都不成 那么对待父母 下面两个字是我的精华 我告诉你 跟父母处关系 一定要哄 一定要骗 一定要学会阳奉阴伟 这是我跟我妈斗争了十多年 二十多年 总结出来的教训 笑是什么意思 笑是违背人性的 违背人的天性 动物的天性 只有人进步到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阶段以后 那么对一些年岁大了 没用的人 你怎么对待他 前提是你先照顾好自己 是不是 你自个儿还饿了不行 你说我舍爱这口饭 给我爹妈吃 不对 先对自己好 对自己好了以后 对老年人 你要对他们好 对他们好 有两个条件 一个要尽 老年人不缺钱 不缺什么 他们需要的是你的尊敬 而且这种尊敬是 基本上无条件 他们很傻 他们很跟不上时代 他们在教育你 培养你过程中 甚至犯过很多错误 甚至说你从理论上讲 不值得你尊敬 但是你还要尊敬他 这种尊敬就避免了我们很多的粗暴和虐待 你比如说我在北京买这么大房你不过来住 你非得守着老家那个破地儿 少那么多破东西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对你父母最大的不尊敬 这个老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老窝 而且那种老窝是他精神浑破感情的 亲住的地方 离开那个地方 他住的不舒服 你就把他搬到故宫里住 他也不舒服 所以你一定要尊敬老年人的选择 而且人家有一个圈子 那个圈子不过来 你在北京给他闹得太好 再好人家不愿意 所以要尊敬 这种尊敬还有包括 就是说你大小事情你都做了决定 但是也要跟人家 第二顺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笑不如顺 为什么笑不如顺 你明知他在干蠢事 明知他在干啥事 然后你还要顺着他 为什么 老年人有一个特点 他思维是僵化的 就跟他肢体身体的僵化是一样的 你宁给他拧不过来 我告诉你 他会宁舌不弯的 最后就是你们父母和子女关系破裂 然后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一定要在这个顺的过程中 给他诱拐过来 而不是直接了断给他遮过来 举两个例子 我妈没听见 因为我这生长过程中 我妈对我影响太大了 从小就教我学中医 这个那个 你看我考大学 考到中医学院 考大学第一件事 我妈已经在中医学院给我找了一个老乡 是我小学老师的家的亲戚 当时是北京中医学院人事处的一个普通的这个 就是个职员 但是等我六年毕业的时候 这人你知道干嘛 人事处副助长主管学生分配 你想我们那年九零年 闹个毕业留北京指标多难 因为八九年我们年纪被打死一个孩子 所以那年毕业分配特惨 尽管我说我这优秀那优秀是吧 没用的 是吧 但是有这个关系在那 人家就把你留下了 但前提你要搞行政 搞什么行政 小厕所也行 是吧 这是老太太的功劳 咱们先把老太太得捧上去 但是老太太有个特点 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省吧 但是省下来全是苍蝇腿 这种一分钱省下八瓣花人 会出现那个极端就是什么 大笔的损失钱 就是什么 你看那些特别关注细节 往往在大的方向上出问题 这是你慢慢慢慢你们屁 两件事 老太太九二年 我刚毕业嘛大学 到桂林不是有个什么机会 公款旅游去了 广西桂林 九二年啊 我那会工资一个月才一百块钱吧 老太太那么省着花钱的一个人 居然花五百块钱买个镯子 叫桂林啊 你们都知道现在桂林这片子 回来以后一鉴定 说这二十块钱 老太太就给我烧来了 说你桂林不是有个同学吗 给我退了 我说好好好 我给你退了 我记得我攒了半年的钱 五百块钱 烧回去 我说退了 我的心在流血 那个镯子不知道现在扔哪了 五百块钱 后来 家里不是 我爸妈在大同吗 老太太上街买菜 路过一个地方说 好头老头老太太在那排队 说干嘛呢 这免费做按摩 那我们也免费吧 然后就要做按摩 做按摩那床躺在那 边上还有那个小姑娘给倒水 人家还不叫你大爷大妈 直接叫啥 直接叫爸妈 这水蛋 明天接着来啊 没有了 一周以后 老太太一万块钱买一张床 你就那么那么 抠 我们家的厕所的那 这不好意思了 咱们都一家人了 我们家的手指 不是买整卷的那个手指 是买这种大指 老太太柴 这样一卷手指 能省两毛钱 我们家的那个 冲厕所的水 是不许直接按那个 是那个洗脸盆子水 那个水存在那个边上 你冲 以后拿那个 省吧 一万块钱买一张床 说是带电带加热 我说妈这个按摩 一定要活人有气 她知道大响方向 力度 是吧 不然的话 那个你做这种椅子按摩 跟挨顿打 没什么区别 结果那张床就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 老太做过几次 那个垫这个东西 加热是个邪热 我妈本身就是有干燥 结果就受不了 这倒没让我退 就在那摆着 后来就放衣服了 反正你这事是说不得 后来我们搬了新家 搬了新家 我看那张床还在那摆着 那怎么办 这种事你就别给他再添堵了 你再别 另外一个最大的事就是 老人家最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 然后就什么 有小病忍着 肠着 然后酿成个大病 活活挑你一笔 是吧 不是不愿意让你们添麻烦 我到时候给你添个大麻烦 这要是掰开说就这么个结果 是让你这个有 这个为什么家里没法讲道理 就是因为有这个亲情在 是吧 没法讲道理 我爸03年我给他做检查 我说爸您这个不对 您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 是吧 您要出问题 结果我爸就不听 结果03年在我们这过完年以后 就赶上非典 非典一下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那个然后到医院做检查 医院都是鬼门关 结果医院非典结束以后 我让他拉他们做检查 不去 就自个儿就跑回大同 跑回大同 我又追回大同 我说 我说不对 他们从大同给我寄回报告 说没事 我说不对 他们检查不对 等我回去以后 我妈就跟我 我爸妈跟我翻脸了 我爸说我没病 啪一摔门就走 然后我妈说 你爸没病 让你这么反复回来 下出下出病来 我就这么着 这是八月份的事 然后到十一月立冬以后 我就觉得不对 就是有种感觉 十一月十五号 我就买火车票 我就回大同 2003年 回的过程中 打电话 我妈不让我回 我大妹不让我回 我小妹不让我回 但是为什么家里面有个男人 有个男孩是吧 咬着牙就要回 回以后 鬼打墙回不去 就上火车走错地儿 下了火车 跑到别人家 是吧 就是我就意识到是鬼打墙 就回不去家 一进我们家门 发现我爸不对了 眼神那个涣散 然后就坐那儿起不来 后来我爸说 我爸那一辈子唯武主义 说我这睡不着 一闭眼就两个没头的人 要拉我走 我一闻家里那个味儿 就是死人的那种味儿 后来我就第二天 但是当时我家姑姑保姆 我就没法在家里住 我就又去小妹们家住 去我小妹们家又走别人家 当时我就意识到 我说他妈鬼打墙了 然后我就吐了几口唾沫 我说谁也别拉我 这是我爸我要救 当时那个 如果能看见光的话 能看见我在闪光 因为那会儿 那个是完全无私的一种正气 因为这种事 你说你爹妈不让你回去了 不回去了 躲还来不及 而且我爸从下打我 感情也不好 你要论这个的话 那说的太多了 第二天我给我爸扎十三鬼穴 扎完以后那个味道没了 当天我就安排车拉到北京 然后我爸在几天室 然后到抢救 昏迷两个星期 抢救过来 抢救过来以后 第一句话 你猜我爸是说什么 我来的时候还没事 你们给我治的瘫了 那种恶毒啊 把我的医院 东方医院 全是我的老师和同学 给人全骂一遍 赶紧出院 然后直到明年就十年 十年 就把我爸从鬼门关系给拉回来 然后组织大夫给我爸治疗 抢救过完了以后 我们家三个大夫讨论 意见不一致 怎么给我爸治疗 寻波我妹我妈大夫 我大夫吵架 最后我们说咱们表决吧 一个人说话 其他人都闭嘴 你想我立下那么大功劳 是吧 最后表决结果 寻波 然后我就闭嘴 我认为什么 三个大夫不同的意见 听 最后结果要遭遇听一个人 最后就寻波负责 就是抢救完的这个恢复 这说话你看 老头听见了 然后后来我爸又脑梗两次 都是我有预感 第二次脑梗的时候最重 整个就大小便就失禁 又是拉到北京来抢救 拉到北京来抢救 到第三次抢救回来以后 我爸现在整个人变了 原来我爸那满脸横肉 现在哎 什么叫顺啊 这是啥啊 人头啊 你看头啊 像啊 颜啊 是吧 人这个条纹 这么着的 这叫顺 满脸横肉 那叫不顺 那叫腻 是吧 老头现在变成一个很慈祥的人 然后最近几年只要一碰 要不是我这个儿子 我那个七十岁都过不了 知道什么 从原来那么恶毒的 说别人 骂别人 到现在知道感恩 这种感恩不是人教的 是他内心的阳气恢复以后 他自然那种流露 所以我们现在老强迫一个 一肚子阴寒人 你要敢啊 你要学会敢啊 是吧 胡闹 是吧 后来经过这种事情以后 我就想 老小孩老小孩 有时候需要哄 什么叫报喜不报忧 是吧 有些事说 有些事不要说 是吧 有些事还得要编造起来说 是吧 另外呢 得骗 这个尺寸掌握 你们自个儿去体会啊 我基本上就是 满口答应 不搏面子 然后呢 坚决认错 是坚决不改 是吧 这后来就 就是说 我跟我妈为师说 斗争了多少年 就是当年我决定辞职的 那个事情 老太太 当然希望你 不要有什么挫折困难 是吧 留在大学里 一步一步的是吧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我要那么做 可能就让爹妈高兴 我自己不高兴 所以跟老太太 斗争多少年以后 你想我辞职以后 那么辛苦 最后 02年那会儿最辛苦 就跑到租不起房子 跑到地下室 待了不到一年 后来到 你看04年 04年基本上一年吧 就把自己那个房贷 有30万一年就还清 从那以后 老太太不说话了 到现在更不说话了 就是挺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 从我辞职以后 那五年 我妈天天都在给 中医学院领导 还有我老师打电话 让这孩子回去吧 让这孩子回去吧 这我们校长 后来见面跟我说了 所以这个母亲的那个心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有你自己的原则 你不能说 我们很多人 都是为了父母来牺牲 为了父母去嫁给一个人 娶一个人 然后最后我告诉你 你活得不痛快 你爹妈也不痛快 你真正的为自己活得痛快 你爹妈 这样为你会觉得高兴 你有经验要传授吗 当然有 这东西都是个 斗智斗勇的事 目的是什么 夫妻这个事 要心和意的 我看现在好多人 这个事情 你说他没处理好 其实他是没明白 你要纯心为了爱 够了我的魂了 射了我的魄了 我就爱你爱的一塌糊涂了 可以啊 不要结婚 为什么要结婚 那爱就行了嘛 而且你这个劲过了 你再换一个人 是吧 接着爱 这是人性 这是人性 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婚姻是违背人性的 是吧 真正符合人性 就是那种 群居 共产主义 共产共产 是吧 这其实就是个约束 所以良好的婚姻 都是在心和意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你完全就是为了心 那你不要谈婚姻 但是你完全要是为了意 那你就不要谈感情 这里边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另外 婚是什么 或是晚上办事 是吧 阴呢 前十一夜 好多人过不好 是因为不识字 不了解这个字 婚是两个人的事 阴是两家的事 什么叫阴亲 什么叫联姻 所以两个人的背后 是两个家 两个家 甚至最后还有两个家族 是吧 现在这种家族 如果有点钱 有点事的话 最后很庞大 那么比较稳定的婚姻是什么 是两个人的关系 和两家的关系 都处理的比较好 所以很多人失败 不是婚失败 两个人很相爱 是什么失败 是因失败 很多人结婚 不是因为他们俩相爱 是因为他们要联姻 是不是 孔雀东南飞 失败在哪 两个人为什么最后 自挂东南枝 爱不爱 爱呀 跟婆婆关系处理不好 破裂原因是这个 是因的问题 所以一个稳固的婚姻 必须要讲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以后 这个因就不会出太大麻烦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以后 你看着吧 这俩人越爱越是悲剧 因为背后的那种冲突和那种能量太大 最后全带进来 所以你看现在电视台 什么东西收视率最高 调解那妈的 带个面具在那 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说我 我说你那个 哎呀 我说真他妈恶心 所有的这种负面能量全给弄出来 什么婆婆的什么战争什么的 处理好 另外 想换人的时候掂量一下 你记住我说的一句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 换了这个 这个毛病没了 会有那个毛病 所以如果你的人体是柔软的 气血通畅的 你会适应能力很强 如果对方也是柔软的 通畅的 双方的适应能力也很强 你在那硬不愣灯 吱吱叉叉的 我告诉你 你娶谁你也过不好 你嫁给谁你也过不好 所以我第一次离婚是98年 我静静的沉思了十年 不容易啊 08年我才结的婚 但是我这么沉思了以后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学会认识的 就是说我离婚 第一次离婚 我在那儿痛苦啊 难受啊 觉得自个儿这么痴情啊 这都是别人的问题 你要是怀这种心态 再娶一个 我告诉你 再娶一个再理 终于到四五年之后 突然意识到 好像这个事 我做的好像不对 我的问题 第一认识到我有问题 后来问题 就意识到 好像我的问题还是主要问题 是吧 你们可能有人看过 那个肖申克的那个旧书 Hope来的 是吧 我那个Hope啊 这个电影等于说 拯救了我半条命 这个电影的大概就是 跟阿甘正传同时 95年96年吗 是吧 95年我结的婚 96年闹离婚闹的 我那媳妇闹离婚闹的 最厉害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跟他老婆的那个 应该是他是无辜的吧 是吧 他他们老婆跟别人在车上乱搞 他他们拿着枪下 干掉他 后来又没干 最后被人抓到监狱 他完全可以说是他老婆的问题 可是他坐监狱警 十几年以后突然意识到 是自己的问题 是吧 这个经历 那个电影对我影响特别大 后来说hope 是吧 是他说的吧 hope is a good thing 是吧 我就 这才有了咱这个 hope 认错 学会认错 所以我现在调解一些夫妻的 包括自己出问题 那我就想 有一句老话 其实是我们以前 哎 想起我当年 我们院长给我介绍的对象 让我相亲 我这耿着个脖子 牛逼啊 最后他妈自个儿辛苦那么多年 我们那个院长说一句话叫 家鸡打的团团转 野鸡打的漫天飞 就是说夫妻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冲突 但是 为什么一打就散 有的人越打越好 就是说你发生了问题和矛盾以后 你要明确 你是要继续过还是不过 想过有过的打法 想散有散的打法 是吧 这就是我们在 你想打的时候是个情绪的发泄 但是那会儿必须要有意识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关系处理好以后 我个人认为家和万事心 谈不上这个人到底给你有多大帮助 起码不让你闹心吧 是吧 而且这种我说 伤害你最重的都是这种至亲的关系 父母子女夫妻 或者情人 就是能入到你的心的人 最后伤的你是最重的 其他的人 是吧 无所谓 因为什么 在意识层面上他可能伤害你 领导啊 同事啊 下属啊 是吧 所以这些人是直接伤你的神的人 闹得你真 什么叫伤神 一旦影响你的情绪和睡眠了 这就叫伤神了 另外就是子女 像尊重所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一样 去尊重自己的子女 另外只要你要孩子 那你就担负起要孩子的责任 生下孩子让绑母带 然后往寄宿学校幼儿园一送 你接着忙你自己的事 那你别要 这样拉扯起来孩子 要么就成为末路 要么就成为你的仇人 这叫坚决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我自己成长的关系 成长的环境是这样 我生下来你看 我寻波比我小一岁 就是我出生以后 我妈又怀孕了 对吧 人一怀孕就没奶了吧 所以我被送姥姥家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到现在还记着一句话 就是白天跟徐伯玩 天黑了 徐伯说 那赶紧回你们家吧 你看我今天都快五十了 这句话还记着呢 这种伤害有多大 另外在姥姥家奶奶家 长大的孩子 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跟父母不亲 亲不起来 这种亲就是 那真是耳病思磨爆出来的 是吧 我们现在 我跟我妈 我妈买按摩床这个教训 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 我就给他们请了一个最好的按摩室 每周两次上门给他们俩做按摩 是吧 你不能在那空口说 你怎么买了个一万块钱的床 是啊 你花两万块钱给他找按摩室 他不用那个床了嘛 所以这种人的人情的气神感情的交流缺乏 后来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 经常跟我爸也勾肩搭背的 拉拉扯扯的 见我妈也抱一下 我妈就越这样越要抱 这种交流 寻波更狠 我爸这个人 我爸这个人 你看小时候打我 这个大了以后 我爸就知道谁 谁有用 谁没用 他跟寻波特别亲 他跟寻波发脾气 发谎 见我不发谎 把寻波 你看我安排我爸住院 然后寻波陪床 我是安排好所有的事 爸怎么样 没事 寻波是真守在床边 拉不下屎 抠屎 倒尿 结果那天 寻波在那陪了一天 我去了 我爸正跟我妈通话在大头 然后 儿子来了 儿子来了 寻波也来插起了 就是说他陪了一天 他没说话 儿子在外面晃悠 也不是晃悠 工作 儿子来了 所以你说这种 这种亲情关系吧 就很不好说 离得越近 越落蛮眼 离得越远 越是好人 这里面你但凡加点私心 是吧 这兄弟姐妹之间就出现问题 哎呀 这说起来真是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冯小刚 有一年 他妈去世了 冯小刚好像 发了一句微博 还是发了 从今天起 我是没娘的孩子 所以家里有父母这种 在的那种感觉 有父母在 你永远年轻 父母一不在 你马上就老 是吧 这那种 所以我们经常说 享有天伦之路 子欲孝儿亲不但 是吧 自个儿牛逼了 牛逼去上坟去了 这事就很惨 所以大家学医学好了 或者开始学了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善待父母 善待 我不从什么积德 什么报应 讲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 一个人阳气恢复 足了以后 先把自己搞好以后 第一件事应该就是 把自己那种 阳气和关爱 给自己的父母 而且这时候 这件事做了以后吧 你将来会为此 为此而感到 特自豪的事情 你的舔的功能 会加强 是吧 就像我现在说 你看十年前 是吧 兄弟我是怎么 抢救我爸的 牛逼啊 有资本啊 有吹牛的资本啊 好多人说 你学医学了半天干嘛 学医学了半天 我父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尽管跟姥姥姥爷长大 可是我姥姥姥爷 就没想到这个福 就他们老的时候 病的时候 我那会儿真是 没入中医的门 就没想到 我有什么 很好的办法 去帮助他 但是父母确实 就是沾光 所以子女这个事情 我觉得要尊重 另外子女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夹杂任何思念在里面 养儿防老啊 什么这 别扯 别扯 作为一个学中医的人 一定要优雅 体面的活到自己死 而不求别人 你如果做到 做不到这一点 你没学好中医 我们现在老说你是当师父 教会徒弟你饿死了 我说别扯了 天下病人多的都治不过来 你还担心这个 什么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然后说哎呀 等你老了 得有人照顾你 不用 等我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我就死了 只要我能照顾自己 我就活得挺好 所以在自得的 这个你就发现 所有这些关系 就有一个字 就是你自己立得住 这些事情都成立 自个儿立不住 别扯 这些都是瞎掰 要么就是义饮 要么就是口号 是吧 说了半天 所以对待子女的话呢 我觉得我得益于我的父母 就是特别是我的母亲 从小没用过西药 你到现在这个年代来讲 这个就更难得 我们现在一有问题 马上就输液 然后就医院性疾病 制造出很多病 把孩子闹得很惨 我记得我是大学毕业 二十四岁 第一次输这个青梅素 那会儿我毕业已经留校了 九零年我发了个烧 结果这一今儿 我们的院办主任 就安排着我去住院 然后给我先是积住 然后说积住不行 得静脉住 第一次 在那之前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自己 还有点这个报复追求 还有点血性 就是因为小时候没被这些凉的东西给 所以我说为人父母者不知一为不辞 为人父母 为人子女者不知一为不孝 大家学了中医以后 第一个受益的是自己 第二个受益的可能是你的配偶 另外受益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父母和子女 这很不容易 因为我说 大家现在看病都是追求主流价值观 孩子一发烧 送儿童医院 死了都没人说你 送儿童医院 他得了该死的病 没人说你是把他治死了 你的发烧 你送到一个中医那儿看了 好了还到罢了 这要是稍微没好 或者出点什么事 哇你把孩子害死了 这里面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支撑 你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会在以后课程中安排一些 相应的就是治疗儿童和老年人的一些 常见病的多发病的一些方法 让现在咱们就能受益 家里人跟着能受益 所以我以前的一些学生和 昨天还有一个人发微博 说是旺京地区 说孩子病了以后 怎么怎么就没法闹 我那个二七个学生就住在旺京 马上就给回个微博 这个我学了中医以后 这些事对我来说都不是不在话下 第一我的孩子不会轻易得病 第二一旦出现苗头 我就把它解决了 第三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危重的状况 这就是咱们学中医的这种好处 最后呢我们说一下跟同事的关系 跟同事关系处理好与不好 就把握一个字 不动情不动心 咱们完全在意识层面上交往 但是我们经常犯这个矛盾 一到同事单位就开始 先攀老乡再攀校友 是吧 然后就勾肩搭配 然后就开始倾诉中长 然后翻脸翻得最狠的都是这些人 干嘛 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那不就虚伪了 是啊 你脱光了接着走 你不虚伪 你干嘛还穿衣服 是不是 到什么山说什么话 到什么地唱什么歌 所以在同事的关系里面 一定要搞清楚 我是为什么目的而来的 大家都是为了混口犯事 一个谋生的手段 共同做这个事 如果做这个事 共同协作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我们就一块做 如果做这个事 损害我本人的利益 或者损害你的利益 我不做 是不是 而且要有什么 跟同事打交道 一定要有契约精神 要输得及 承诺的事要办 要兑现 这种东西是在 现在这个世界上 社会上特别稀缺的 但是我告诉你 稀缺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 在大家都不搞中医的时候 都去转行的时候 我再坚持 那我现在变得就很有价值 你别说现在 所以炒股这个事 大家都去炒股的时候 你不炒 大家都往出撤的时候 你稍微静一下 不要随大溜 契约精神 我跟大家说 就是一个书面 这都是我这被人骗了 或者发生多少事以后 总结出来了 我有几次到 就是去到人大国学院讲课 那人特热情 这个大哥 学老师 我们这个 谢谢你来啊 本来是说好 你付一半订金给我 我去讲课 讲完课 你再给我付一半 但是几次守了以后 他说 我们这会计不在 你先过来 完了最后给 没人了 这还不算 那个会计还没回来 还有一场讲座 两场讲座 到现在 会计还没回来 要怎么办 当教训 当教训 另外 耳听为虚 我们发现这个耳朵听的东西 都愿意听自己 愿意听的东西 一定要落实到书面上 落实到书面上什么 不是防小人 你要真小人 你就是签合同公众了 法院判了也没用 人家赖账就赖了 防什么呀 防彼此会忘 会误解 会有差错 因为什么人都爱听 自己爱听的东西 苏哲这次我给你一万 十万 这个我意识的特别清楚 就是门诊不是我说叫号 叫一个人 不是叫苏哲 比如说我叫苏和 你听成叫我呢 这还可以理解 我明明叫事 杨修 苏哲在里面 叫我呢 为什么 他急切是期待着你叫他 然后你发出任何一个音节 是吧 你就是说这个事 打电话说 这个事你说办好了 咱俩四六分成 是吧 落实到书面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是什么 没事 钱这事小意思 咱俩这么多关系了 别扯 这都是虚头八脑的东西 一定要落实到书面上 然后 而且我告诉你们 谈钱不伤感情 事前把这些所有的筹划说钱到 以后你做事会很顺 就怕前面不说好 中间发生这种龌龊 最后闹的吧 损失点钱那小事 损失到跟这个人 甚至对一个团队的关系 这种闹心会闹一辈子 不要把同事往这儿引 不要把同事往家里带 这都是咱们的关系 我说这些话好像很冷酷 你想我就还是那句话 一辈子真正跟你交心的人 不会超过十个 你要把一百个人 全往你那儿心里面带 你会死得很惨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里面 开个奥托 驾驶技术也不行 是吧 这个节奏也没掌握好 是吧 不是不是 说反了 开个奥迪 驾驶技术特别好 是吧 也是日出而坐 日入而西 节奏也挺好 但是没有处理好跟别的车的关系 你照样到不了广州 是吧 我到日本美国开车 为什么都可以 是吧 因为什么 大家都很礼让 到中国开车 一路下来 我要有个录音机的话 不知道要骂多少句脏话 包括自己也没准被别人骂多少句 是吧 就是开车不规矩 为什么开车不规矩 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是鼓励 不规矩的人能先到 是吧 以前人家那个是 谁 大家都守规矩 大家都好 现在人家你要不加个三 不闯个红灯 是吧 不干个什么 你就永远 你排队等着吧 是吧 你永远你也过不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 要处理好什么 与周围人的关系 最后两个字 理 什么东西 地理 道 天道 这学中医的更高的层次了 看一下这俩字 什么叫地道药材 什么叫地道食材 什么叫地道 什么叫道地 我们现在理解地道药材 就是这个地出产的 如果这个地大鹏出产的算不算地道药材 还是那个地 不是那个道 是吧 所谓地道和道地 那就是什么 符合四季阴阳变化生长收藏的 且在那个地方长出来东西叫道地 还在那个地方长完全违背了阴阳消长四季变化的规律 那就不那叫地而不道 符合四季变化没长在那个地方没有那方水土 那叫道而不地 这就是我讲 讲什么 讲《黄帝内经》讲的 这叫 这个叫什么 一法方一 这个叫 四七条神 为什么我说 还讲个阴阳二十五人 你看我先讲的是临书天年 临书天年讲的是谁 自己梗 对吧 那我再如果再讲阴阳二十五人 那不就是知人 善刃 先了解周围什么人 一瞧这样 这家伙就是个阴寒的人 是吧 多远点 一看这是个阳虚的人 我需要给他一个温暖 是吧 一看这是个阴虚火旺的人 这种人肯定是乍捐 是吧 我要捐一百万 没有 一样二十五人就是通过什么 通过人的身材 脸色 言谈 举止 去分析他背后的东西 然后决定我怎么跟他相处 有人你就要躲 搞对象很多失败 就是因为没看对人 哎呀 还没讲完 下次讲吧